2016年10月 宁夏女子监狱的接待室里 一个服刑的女犯人 正抱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 痛哭失声 老妇人是个聋哑人 她哭不出声来 也说不出话 只能用双手哆哆嗦嗦地 比划着流泪不止 在场的狱警们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一阵心酸 抱在一起的老妇人和女犯人 是一对母女 两人之所以今天见面 是因为老母亲刚刚知道 已经六年没有回家的女儿 原来是在监狱里服刑呢 女犯人抱着母亲哀嚎着 对不起啊妈 是女儿不孝 是女儿错了 我好后悔当初啊 女犯人是谁呢 她到底又犯了什么罪呢 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六年前 也就是2011年5月16日的凌晨 宁夏回租自治区青铜峡 某乡某阵 此时正是夜深人静 四周一片寂静 镇上的居民们 还在熟睡之中 突然一声女人的惨叫 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也打破了整个小镇的宁静 惨叫声 是从一间出租屋里传出来的 紧接着夜色里 一个披头散发的小个子女人 就从屋里跑了出来 她一边跑还一边大叫着 不好了 要杀人了 杀人了 快报警啊 女人凄厉的惨叫声 惊动了周边的邻居 有人跑出来查看 见一个女人满身是血 一边跑一边就哭叫着 像是疯了一样 邻居认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出租屋的女主人 此时见到她这副模样 邻居也是吓得不轻 于是就赶紧报了警 很快 警车一路鸣叫着赶到了现场 现场的情况让多年段的刑警 也觉得是触目惊心 出租屋的房门紧闭 门框上 门把手上 全是鲜红的血迹 推开房门以后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倒在门后一动不动 他的脖子被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大量的鲜血正在鼓鼓的流出来 房屋客厅的地上 到处都是大滩大滩的血迹 血迹一直延续到了 里屋的卧室里 可见男子是在卧室里受的伤 然后跑到客厅 又因为湿血过多 体力不支 倒在了客厅的地上 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一点点地爬到了大门前 可是他连最后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法医摸了摸男子 感觉他还有一口气 于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男子被送上车后 现场的刑警这才进入卧室 这里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因为床上被子上枕头上 都有着大量的鲜血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是扑鼻而来 这间小小的卧室 仿佛成了血染的地狱一样 很难想象在这里曾经是发生了什么 刑警立即将所有的怀疑目光 都集中到了那名小个子的女人身上 女人此时是惊魂未定 全身发抖 面对警察的询问 她是语无伦次 根本就无法表达清楚 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到了警局的审讯室以后 女人终于平静了一些 她断断续续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女人名叫田小女 今年24岁 倒在血泊中的男人 是她的丈夫 名叫王宝林 两人刚刚结婚有一年多 王宝林脖子上的伤口 的确是田小女造成的 这么一对年轻的夫妻 到底有什么仇恨 仅仅是结婚了一年 妻子就痛下杀手 要置丈夫于死地的呢 随着田小女的讲述 在场听审的警察们 也渐渐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22岁的田小女 通过没人的介绍 认识了王宝林 王宝林身材高大 长相英俊 田小女第一眼看到她时 心里就是很喜欢的 可是田小女的身材矮小 只有一米五不到 她因为身高问题 一直都很卑微 根本就没有奢望过 高大帅气的王宝林 能看上自己 两人见了几次面以后 两边的家长 就开始催促两人结婚 本以为王宝林 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可让田小女 没有想到的是 王宝林居然同意了结婚 这场婚姻来得很是仓促 田小女还没有来得及 了解王宝林的性情脾气 就匆匆忙忙的结了婚 因为身高的自卑 田小女一直担心着 王宝林不会真的喜欢自己 结婚以后 她对王宝林是唯唯诺诺 一点自信的样子都没有 但是王宝林的表现 却是让田小女非常的意外 甚至让她感受到了受宠若惊 王宝林对自己 竟然是格外的宠爱 生活上 王宝林对田小女是细心呵护 总会给她买好吃的 好喝的 怕她辛苦 家务活也不让她多干 精神上 王宝林总是安慰鼓励田小女 夸她好看 有女人味 是个适合做妻子的人 她说第一样 看到田小女的时候 就决定要娶她了 从没有谈过恋爱的田小女 顿时就沦陷在了 王宝林的甜言蜜语之中 在爱情的滋润下 她渐渐地有了自信 还对王宝林产生了依赖 更让田小女感动的是 王宝林居然记得她的生日 田小女从小家庭贫困 父亲死得早 母亲是个聋哑人 家里还有七个兄弟姐妹 田小女从来都没有过过生日 她甚至连自己的生日 是哪天她都记不清了 什么是过生日 她根本就不懂 可王宝林不但记得她的生日 还为她买了生日蛋糕 陪着她度过了一个南往的生日 从那天起 田小女就彻底地爱上了王宝林 她发誓自己要一生一世地爱她 陪伴她 永远做她的好妻子 为了表达对王宝林的爱和忠诚 田小女还将王宝林的性 纹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每次看到这个纹身的时候 她都会感到特别的幸福和有安全感 可是让田小女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美好的幸福时光 仅仅就维持了半年而已 半年以后 王宝林对田小女的新鲜感一过 她的渣男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王宝林先是向田小女提出 她计划着承包一辆出租车 挣钱补贴家用 田小女很开心地同意了 她认为王宝林很有上进心 对这个家也是非常的有责任感 接着又提出 让田小女也出去工作 两人一起赚钱 攒够钱以后 就在镇上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将来有了孩子以后 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 见王宝林对这个家这么上心 还做好了未来的计划 田小女很是感动 很快 田小女就找了一份 饭店服务员的工作 每个月有了微博的固定收入 这时王宝林又说 她挣的钱每个月要还车的租金 暂时不能补贴家用 只能让田小女先辛苦一些了 田小女就满口地答应了下来 就在田小女辛辛苦苦地 为了这个小家拼命工作的时候 王宝林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不怎么回家了 有时候还会夜不归宿 也不怎么接田小女的电话 每次打电话过去 王宝林都说自己很忙 没有时间 就算是回到了家 王宝林对田小女也是爱搭不理的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温存呵护 当田小女追问她在外面 究竟在忙些什么的时候 王宝林马上就会恼羞成怒 不耐烦地说 你别管那么多 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田小女感到了王宝林的变化 可她没有怪王宝林 她把丈夫的变化都怪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认为一定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了 才让王宝林有了改变 于是田小女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王宝林身上 对她更加的细心体贴 自己挣的那点工资 也全都拿出来贴补了家用 王宝林挣的钱一分都没有给她 有时候甚至还要跟她伸手要钱 但是田小女都忍了下来 田小女说 王宝林所有的缺点 她都可以忍 但是无法让她忍受的是 王宝林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田小女第一次发现 王宝林在外面有女人 是因为一个电话 那天王宝林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时田小女就在一边坐着 她很清楚的听到电话对面是个女人 王宝林接到了电话以后 明显就有点不自然 她看了一眼田小女以后 就跑到屋子的外面接电话去了 凭着女人的直觉 田小女觉得 王宝林和那个电话里的女人 关系不简单 电话打完后 王宝林就回到了屋里 田小女立刻质问她 是谁打的电话 王宝林不耐烦的说 你就别管了 跟你没关系 田小女是气愤不已 心中已经被嫉妒给填满了 她冲上去抢夺王宝林的手机 却被王宝林一把就给推倒在了沙发上 那是第一次 田小女因为女人和王宝林发生了争吵 自从那次争吵之后 王宝林索性就解放了田性 再也不把田小女放在眼里了 接女人电话也不再避着田小女 甚至当着田小女的面 就和别的女人在电话里亲亲我我 田小女虽然是身材瘦小 性格内向 但她的脾气不小 性子也很急 再加上她深爱着王宝林 当然不能忍受丈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所以每一次 两人都会为此大吵一架 有几次 暴躁的王宝林还动了手 把田小女打得是鼻青脸肿 邻居们都反映 有一段时间 他们经常听到两人在屋里争吵 还听到田小女的惨叫声 田小女的饭店同事也说 田小女经常会鼻青脸肿的来上班 衣服也穿得很厚 问她为什么穿这么厚 田小女说 身上的伤疤太难看了 要遮一遮 田小女至今还记得 自己第一次被王宝林暴打的情景 那一次 她回来得很晚 还喝了酒 进屋以后 田小女就问她 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王宝林气横横的说 和女人喝酒去了 怎么着 田小女忍着气说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天天在外面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想过我 王宝林说 你爱过过 不爱过就滚 田小女流着泪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在你的心里到底是个啥 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都是假的吗 王宝林说 想和我过日子的女人有的是 你算个啥 天天找麻烦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啥样子 田小女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时王宝林居然伸出手来说 没钱了 给点钱花 田小女在这一刻终于是爆发了 大吼着说 你要钱是去外面给别的女人花吗 我不会给的 你死了心吧 从今以后 我都不会给你一分钱了 话没说完 胸口就被王宝林狠狠地踹了一脚 田小女仰面摔倒在地 胸口疼得不能呼吸 但是更疼的是自己的心 仿佛王宝林的那一脚 直接就踢在了自己的心脏上 从那以后 争吵和挨打 成为了田小女的家常便饭了 这个才新婚一年的小家庭 再也没有了欢声笑语 恩爱甜蜜 只有无尽的争吵和猜忌 还有田小女流不完的眼泪 日子过得压抑沉闷 田小女几乎都要崩溃了 她想到了离婚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连田小女 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她怀孕了 而且已经是四个月了 田小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说不出来的感觉 本来是出为人母 她应该是感到开心的 但是想到王宝林现在的样子 想到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她根本就无法开心得起来 她觉得这个孩子来的并不是时候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她和王宝林的第一个孩子 也许王宝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会有所改变的 她想起了王宝林曾经和自己说过 将来如果有了孩子 要好好的将她给养大 想到这里 田小女忽然就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她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将这个消息就告诉了王宝林 可是没想到的是 刚刚说出这个消息 王宝林的第一反应是 立刻将孩子给打掉 她不想这么年轻就当上爸爸 虽然田小女也想过 王宝林会不高兴 但她万万没想到 王宝林是这样的反应 居然是让她打掉孩子 她对王宝林彻底的感到了失望 接下来的几天 王宝林不停的催促她去打掉孩子 即使田小女百万求情也不行 终于田小女崩溃了 她买了一包老鼠药 当着王宝林的面 拿出药来 威胁她说 如果你再逼我打掉孩子 我就死给你看 王宝林是无动于衷的看了她一眼 突然伸手将药 推到了田小女的嘴边 冷笑着说 你吃啊 死给我看啊 你以为我怕呀 王宝林的这种态度 让田小女一时就失去了理智 她一仰脖子 就把药给吃了下去 经过医院的抢救后 田小女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她的孩子没了 在医院的病床上 田小女再一次的想到了离婚 可是离婚这件事 对田小女来说 是一件让家庭蒙羞的丑事 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是个残疾人 嫁给了父亲后生了七个孩子 吃了一辈子苦 才好不容易把七个孩子拉扯大 田小女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 因为她生来瘦小 营养不良 好几次都差点活不下来了 而且在田小女的前面 还有一个姐姐 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偷偷给卖掉了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 就像疯了一样的抱着田小女不擦手 生怕她也被卖掉了 母亲几乎是手把手把她给养大的 对她的疼爱超过了其他的孩子 所以当田小女嫁人的时候 最开心的就是她的母亲 母亲不会说话 她用手语对自己说 要好好的过日子 要幸福开心 如果母亲知道自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她会有多么的伤心和失望啊 想到这里 田小女眼面痛哭起来 她十分的矛盾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让田小女终于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那天田小女下班回家 发现家里面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女人正和自己的丈夫 亲亲热热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 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 还摆满了各种水果 两人有说有笑地吃着苹果 田小女的出现 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 两人只是看了她一眼之后 依然是我行我素 田小女酒压的情绪差一点就爆发了 她想冲上去打那个女人 想把那些水果从窗户都给扔出去 可是她不敢扑上去 她太矮小瘦弱了 如果真的打起来 她完全是没有胜算的 还很有可能会被王宝林给打死 她只有转身出了门 在门外捂着嘴 闷声地哭泣 身后传来了女人和丈夫的欢声笑语 那一刻 田小女的心像被刀刺了一样的疼 那天晚上 田小女向王宝林正式地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王宝林满不在乎地说 离婚可以呀 不过你要给我二十万 田小女惊呆了 为什么呀 王宝林说 当初娶你的时候 花了二十万 你要把钱给我还清了 我就让你走 田小女知道王宝林是信口开河 但她知道离婚是没希望的 也许是谨剩的一点点不甘心吧 她不想就这样失去这段婚姻 也不想让家人为她担心 又也许是对爱过于的渴望 她对王宝林还抱有那么一丝丝的残存爱意 就这样 日子还要继续地过 田小女只能是继续地忍让 四个月后 田小女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孕了 这一次 田小女下定决心要保住这个孩子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宝林后 不出意外的 王宝林仍然强烈要求她打掉 田小女不同意 两人因为孩子的事情 再一次地发生了争吵 王宝林不顾田小女有孕在身 对她大打出手 田小女绝望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上 还要带着一个没有父爱的孩子活着 然而让田小女更加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5月初的一天 王宝林又一次对田小女动了手 原因竟然是田小女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烫到了她 王宝林一脚就将田小女踢倒在地 田小女当时就感觉肚子疼得厉害 可是王宝林居然没有管她 而是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去了 把疼得撕心裂肺的田小女扔在了家里 田小女望着王宝林冷酷的背影 终于是醒悟了过来 这一刻她才知道 原来她在王宝林的心里 什么也不是 最后还是在邻居的帮助下 田小女被送到了医院 这一次孩子依然是没有保住 她再一次地流产了 因为王宝林 自己连续地失去了两个孩子 田小女对这个男人就再也没有了爱意 只有满心的恨 出院以后 田小女再一次向王宝林提出了离婚 王宝林仍然是信口开河 要二十万才放田小女走 田小女说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我对你来说就是个玩具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王宝林却说 因为我还没有玩够啊 等我玩够了自然就不要你了 田小女说 我是个人 我不是玩具 王宝林却说 反正这个家是我说了算 我让你滚你才能滚 田小女就再也忍不住了 她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 朝着王宝林就冲了过去 可是瘦小体弱的田小女 哪里是人高马大的王宝林的对手 只一下 王宝林就夺过了她手中的水果刀 把她推倒在地 然后看也不看她一眼 走进卧室睡觉去了 田小女感觉自己像一块破抹布一样 被王宝林扔在了地上 那种绝望又无助的心情 让她无法控制的全身发抖 她在地上坐了很久 身心已经疲惫的麻木了 想到这些日子以来受到的委屈 还有失去孩子的悲痛 田小女的心中充满了愤怒 还有对丈夫的仇恨 王宝林现在对她来说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深深爱恋的男人了 而是一个不是人的畜生 此时从卧室里就传来了 王宝林的憨声 他似乎是睡得很香 这个畜生害我失去了两个孩子 居然还能睡得这么香 好 我让你睡 我让你永远都醒不了 这个念头 让田小女瞬间就失去了理智 她抓起水果刀就冲进了卧室 对着还在熟睡中的王宝林 狠狠地就刺了下去 由于用力过大 刀子划过王宝林的脸 划开了她的静动脉 鲜血喷涌而出 见了田小女一身 剧烈的疼痛下 王宝林惊醒了 她一翻身从床上就跳了起来 朝着田小女就扑了过去 田小女本能地向屋外逃去 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快跑 如果被抓到了 一定会被她打死的 可她不知道的是 王宝林这一次再也无法伤害她了 因为失血过多 王宝林很快就无力地倒下了 倒下的那一刻 她看到田小女将大门紧紧地给关上了 纳善通往生的希望大门 在关上的那一刻 奄奄一息的王宝林 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无助 这时 她终于体会到了田小女的感受 当田小女在警局接受审讯的时候 医院传来了消息 王宝林因为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了 听到这个消息 田小女无法抑制地痛哭起来 2017年7月24日 宁夏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了对田小女的审判结果 被告人田小女 故意伤害罪名成立 但案发后考虑到其有失救的行为 故判处其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统计 从2014年到2016年 仅仅两年的时间里 全国涉及家暴的案件数量 近十万起 其中99%的案件失报方 都是男性 女性作为绝对的体能弱者 在婚姻中受到男性的暴力对待 除了拿起法律的武器之外 别无他法 离婚也不能改变什么 田小女的案子 绝对不是个例 因为家暴无法忍受 而犯下罪行的女性 是数不胜数的 有多少人知道 每年的11月25日 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可见家暴问题 已经是国际难题了 全世界有无数的女人 在婚内受到了非人的对待 只有消除了家庭暴力 才能带给女性婚内的安全感 才能让婚内的男女 真正的平等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们下人之后 hindsight在这个理想 了遍 ções 解决 解决